我是張紹康 我們與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麼按照賴慶恩的講法 老美是支持 這個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老沈 我們講得清楚一點 兩岸政策 我姓老丁嗎 你很久沒有在一起了 好吧 藍軒 因為老丁今天白天 有跟我談到這個問題 那你認為說 這個賴慶恩這樣講 那到底對 就是在選舉來講 有什麼在策略上 有什麼好處嗎 我覺得其實他是一連串的 我覺得他是不斷的加深 加深這樣的印象 這個一連串就包括 我們剛剛講到說 每簽他等等之類 就包括美方他們有官員 就是相當層級的來台灣 那可能在過去 別政府時期沒有過 那再來就是免簽 免簽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我覺得今天不管是動機為何 剛才這個林委員跟郭委員講到的 其實只是動機上面不一樣 不管還是為了這個島鏈的關係 還是為了什麼 什麼樣的關係 兩岸利益的關係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他明明在明年下半年 才可能正式的免簽 他特別選在半年多以前 而且在選舉前 他們不可能不知道 這是一個選舉敏感時刻 他特別挑在這個時間點 告訴你說 我們在半年多以後 我們很可能台灣會成為免簽 這個東西他大可不需要 這個提前宣佈嘛 所以對這樣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選在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 時機點去公布 我覺得這個意思相當相當的清楚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其實大家在前段時間 也談到萊斯 剛剛永平也特別 我們廣告的時候提到 其實萊斯這個話 我覺得對於民進黨來說 就是說 這段時間以來 有關於美方的一個 我坦白講 我覺得這個叫表態啦 他這個表態呢 會許對於民進黨來說 其實傷害是還蠻大的啦 對於蔡英文 他當初千里迢迢跑去美國去 就希望得到若干的一些資源 而且若干的首肯 甚至是若干的一些背書嘛 那所以呢 美方的態度真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到了今天這樣的一個局面 或許他們也會有人說 啊那是因為美方跟中方啊 有一些 不管是戰略上的衝突 利益上的關聯 但是你必須要去承認說 就算是這個樣子 那怪陳水扁啊 萊斯的話就講得非常清楚 當初要不是陳水扁搞成一個 台灣是一個troublemaker的時候 逼得美方必須去跟中國 討論怎麼樣面對台灣問題 其實中美的關係 不見得會那麼快的 走到這麼的緊密 萊斯講得非常的明白 就很顯然的 那段時間的兩岸之內不平靜 陳水扁的動輒出招 其實對他們來說 煩不兇煩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 其實小布希是真的用過髒話 談論到這個陳水扁 對我們來說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也必須要去 去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說 他讓某個程度來說 大家承認 美中由某種事情上面 共管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多事情 這個信任是要長期建立的 今天蔡英文可能認為說 我不是陳水扁 我是蔡英文 但問題在於說 民進黨政府 在過去兩岸政策上面 他獲取美國的信任是多少 我覺得幾乎零 甚至就是負債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蔡英文是必然要 背起這樣的一個負擔 你不能說我今天上台之後 我跟陳水扁 完完全不一樣 你對於美國來說 對於台灣老百姓來說 他會記憶到先前那樣子的 一個很恐怖的印象 這恐怖的印象就是說 他天天要提心吊膽 擔心你又出什麼樣的一個招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蔡英文的 你不能講他原罪啦 他就算他可能未來 很可能會比起 陳水扁溫和許多 但是不知道啊 誰知道呢 那誰願意擔這個風險呢 當事情是一個未知的時候 他就是存在風險 對啦 不過就是說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所以政黨政治 你這個黨的原則 黨的政策 黨的歷史 這個我簡單回應一下 我是同意 美國希望有和平穩定的 兩岸關係啦 所以他對阿扁那個不可測 他是余計有存 這我同意啦 可是美國有更高的原則 是尊重民主的結果嘛 九月共識 就是陸委會九月做民調 支持度是48.7 支持維持現狀的 有接近百分之八十幾 接近九成 表示台灣有很多人 並不認為九月共識 是維持現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也同意 說美國目前對兩岸關係 這個結果 他是喜歡的 可是台灣老百姓 有些人就是認為 九月共識不等於維持現狀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 所以如果這次的選舉結果之後 那這裡面這個 台美中三角關係 我覺得就會再有一個 重新調整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 現在基本上大概這樣 其實藍綠 國民黨 民進黨的差異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台灣百分之八十幾 都希望維持現狀 那只是說 藍的說 如果你不承認九月共識 可能現狀就很難維持 綠的說 我就算不承認 現狀還是維持 其實差在這裡 對 沒有錯 那事實上 那這個落差很大嘛 對 所以其實真的就這一點 那看大家怎麼說服這個選民嘛 我只想請教曾藍兄一點 就是說 蘋果日報前一陣登過 美國給我們這個 免簽列為候選國的時候 說蔡英文在九月吧 去年九月去美國的時候 知道美國可能會給我們 曾經試圖說服老美說 選前太敏感 你選後再公布 有這樣的事情嗎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可能 這樣就太明顯了吧 不敢 他不敢這樣做 不敢開口 我覺得他不會這樣做 還是有人表達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不會 小美琴也是很謹慎的 不當然就是說 對美國來講 其實只差沒多久 他就算是流中不發 嚴格一個月發表 選後發表也OK 他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的 對啦 這個就是說 曾亮講的東西 有一個比較不那個 就是說美國想拉一個 煩惱大陸的這樣一個仿線 所以台灣要把它拉進來 所以就給我們這個 要準備給我們免簽 這你在講話不太對 因為如果要這樣考慮的話 這個其實跟這個 預防性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外交是最有關係的 那你美國就是要賣 全新的F16 CD給我們 甚至賣F22給我們 F35給我們 他不是 而且我剛剛主持人講的 就是我們大家一直在講的 美國其實可以等一等 你現在當然是壓寶 做這個動作很明顯 因為幾乎是投票的前戲 美國才決定說 我就給你免簽證 因為對美國來講 他給人家免簽證 某點程度來講 就是說我喜歡你這個國家 我承認你這個國家 我是打算要做這個事情 讓你們也喜歡美國 要不然你去解釋 100多個國家裡面 美國只有給36個國家 免簽證 他怕你太輕鬆 台灣是唯一沒有那個的 我不認為如此 他可以做很多的動作 尤其timing上面 時間點方面 他不需要選這樣一個 幾乎要投票 選的時間點 政壤先生講的他要拉TPP 都有可能 只是說就算怎樣 他也可以早一點 可以晚一點 我就算要圍堵你 我也可以再選候 那當然這其實美簽 大家有一點可能比較敏感 大家不願意提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要尊嚴 然後要驕傲台灣人要走出去 老美給我們看起來 六個月以後會有免簽嘛 對不對 老美如果審大陸的 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那個簽證你看多嚴格 大概就跟台灣30年前一樣 對 排隊 你看這個總理管前面排隊 然後這個什麼要你 什麼存款證明 來回機票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有尊嚴 所以今天先不管說 大家對賴信源今天這一段發表的話 看法如何 他在最後有一段話 他說這一次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是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 重新站起來讓人尊敬的例證 我覺得免簽真的有這個效果 其實我還蠻同意 御放兄的看法 我覺得美國這次的明確表態 用很多方法他真的是 這就是為什麼連我們 是藍營的人都覺得很意外 他真的是在壓寶 他真的是有表態 那至於剛才在講說 這個鄭亮兄說 陸委會自己做的民調 九二共識跟維持現狀的那個落差等等 很簡單 所謂的維持現狀 現狀是在變動中的 今天包含美國的這些發言 跟這些動作 其實也讓台灣的人民更了解說 當馬英九執政上台了 他大幅的改變了兩岸關係 大幅的改善 而且簽訂ECFA然後直航 陸客來台 現在要談自由行 然後元旦又有好多項 700多項新的 因為ECFA免稅措施上路等等 台灣的現狀正在改變 所以對美國人的意思 他希望台灣人民也了解 這次投票的意義是什麼 這次投票的選舉是說 你喜不喜歡現在因為兩岸關係改善 而簽訂了ECFA以後 這些好的效應 你喜不喜歡現在這樣的形狀 就是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人把九二當作一中 其實如果會有做很多民調 我都看 比如說你認為兩岸現在速度 是不是太快 認為太快的還是超過太慢 就始終有這種人 還有比如說你剛剛講說滿意 既然成果那麼多 為什麼非常滿意的只有38人 認為對兩岸政策滿意的是38% 為什麼會這樣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是有分配效應 有很多人並沒有得到好處 那有些人還會在乎 這樣是不是就是陷進去一中的陷阱 就台灣確實的民意狀況就是如此 台灣的民意在改變 我聽你剛才好幾段的解讀 當然是站在你綠營的立場 你都說從你有利的角度去解釋 就是說大家喜歡這個位置現狀 但是心中不無疑慮不無焦慮 而且說沒有這個東西 也不見得就不會有那個東西 我這樣的解讀 當然你可以度過 這個最後的九天 但是我覺得未必 將來長遠之際 民進黨可以採用這個方法 那我要講這個美方 其實既聰明也謹慎 而且非常小心 我們記得上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綠卡的問題最嚴重 對不對 那美方對馬英九 到底有沒有綠卡 應該一清二楚 他如果要壓寶的話 他說沒有這回事 就解決了嘛 但是他第一死不講 到現在都還沒講 對不對 所以他對一個綠卡 對一個人的問題 他不隨便表態 那就這個給你們一簽 我覺得這是對勢 而且你們現在藍營的人 就一直講 這當然是表態 他還可以說有嗎 所以他這個可以混過去的 但是我必須講 on the balance 他當然是表態 要不然何必呢 那劉珊珊也應該放出來 那個我還覺得 這個牽涉到 比較不少人權 不是 美國的司法 美國的行政部門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干涉他 我看過 譬如說州法 你違反了州法 只有州長可以涉免你 連美國總統都不能碰 而且那個因為牽涉到虐傭 我覺得對美國來講 那個是有人道的問題在裡頭 我覺得看起來聽來聽去 有一個台灣共識 就是維持現狀 百分之八十幾都認為 要維持現狀 沒共識的是現狀的描述 可能有落差 如何維持現狀 怎麼樣能夠維持現狀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談到九二共識 賴清源說 九二共識兩岸行商中央的基礎 最近有不少企業家 其實也不見得說停馬 像張榮發就說 我們沒有停來沒有停律 沒有停馬 沒有停蔡英文沒有任何 但是他就說他挺九二共識 有候選人證件否認九二共識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而且他說台灣共識就是台獨 雖然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換句話他可能認為 你蔡英文 我認為你就是這樣 你他對民進黨了解 他這樣認為 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王文淵也沒有說要挺誰 王文淵說呢 也是挺九二共識 他叫員工為你自己投票 王文淵的講法說 你為你自己 你自己想清楚 為你自己 那另外呢 這個東元的黃茂雄 好像我看他做了一個廣告 他談日本 因為台日 他們大概日本跟日本有關 那 焦佑君 電電公司 電電公會理事長 說哪一位候選人支持兩岸和平 有力營造兩岸經營環境 就支持誰 也沒有講候選人就是講政策 其實你要知道這些企業家 本來都是很保守 他誰也不想得罪嘛 和氣爭財 廣結善緣 哪個願意去得罪呢 那玉龍顏凱來說 不希望台灣搞到變成 1960年後的菲律賓 那任他的營業娘呢 是刊登了半版廣告 說維護兩岸和平 支持新體繁榮 看起來都是兩岸兩岸 那當然了 雖然沒有講是挺馬 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蔡英文是不接受九二共識的 那馬英九是接受支持九二共識 所以被認為說企業家 直接好 見解好 是挺馬的 那到底 蔡英文今天有講話了 那到底整個的發展會是怎樣 蔡英文講話當然是說 這些是無奈的啦 企業家啦 是被迫的啦 然後他們的員工都支持 他說有一兩個企業家打電話給他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背景影片 好 現在又變成員工跟老闆啦 就是到底是老闆支持九二共識 支持馬英九 員工基本上就是 不支持九二共識 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是覺得不一定那麼強烈啦 不過我現在是在塑造各種輿論 比如說我今天也有另外一個節目 跟勞工陣線的秘書長在一起 那他就認為說給工作是最重要的 那這也是在塑造另外一種輿論 所以我是覺得兩岸關係好不好 九二共識有沒有效 是要讓大家感受到更多好處 那目前有太多人感受不到 不過目前才是早收清乾啊 時間還不夠長啊 那才剛開始他還有 那你不能落不著再繼續啊 那我再講完嘛 比如說國劇啊 我們今天就在討論無薪假 國劇在台灣有兩千個員工 現在居然有一千七百個員工無薪假 那他大部分的產能都移到大陸去了 那陳泰銘這種人支持馬英九 對馬英九是加分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這四年來你創造的就業 大部分都在對面 比如說郭泰銘 現在大陸創造的就業是83萬人 台灣只有七千萬 七千 七千 七千啦 七千 七千員工 那你去高雄考潮了好幾次 那投資一直沒有訂 就是說你這四年 你在大陸創造的就業 跟在台灣創造的就業 有些人會用這種角度看嘛 所以你如果繼續這樣走下去 這個對台灣的經濟是最好的方向嗎 我看很多人不贊成啊 剛才講這個 我覺得實在是站不住腳 第一個 他們到大陸去提供的那些工作 他們有辦法遷回來台灣嗎 你民進黨不是也要主張環保嗎 不是也要主張 你就要有一個 這邊爭執的過程嗎 所以今天不能夠說 在進行很多主張的時候呢 切了斷章取義嘛 今天台灣的活路是什麼 就是這些企業界的老闆 他為什麼要登廣告 你台灣的活路就是說 整個經濟的活水可以進來 那我們的就業機會各方面 我們可以進行轉型 並不是說你在那裡 設廠那些設廠他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是中國大陸的人在忍受 環境上的很多的負擔嗎 那這個搬不回來台灣的嗎 永平你現在講的那個良性循環 尚未在台灣發生嘛 現在尚未發生是因為民進黨執政太久了 已經把原來的基礎搞壞了 現在你要給國民黨再一次 四年的機會就會把它調整過來 現在已經看出這個端倪了嘛 我們簡單講幾個數字 這個我也講過了 我們執政八年 一年出去132億美金 馬英九執政三年 一年出去200億美金 國內投資從23%降到17.5% 你留住什麼 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看外資進來的數字 有些是一種經濟的趨勢 你再連續看好幾年 你看一年沒有用 不過我舉一個例子 有些台灣的企業在台灣待不住 所以他們到大陸去 如果大陸他們不去 他們會到別的地方 我到曼谷附近 開一個台打電的工廠 一萬人 那你叫做留台灣 請問你台灣有辦法 提供這麼大的土地給它 讓一萬個人可以在那邊工作嗎 這個我知道 這個有的是台灣是個先天性 我沒有說多麼都喜歡跟韓國比 請問韓國的服務員比我們大多少 韓國人口比我們多多少 他可以找到比我們更多的工人 也可以找到更多土地來蓋工廠 今天為什麼在越南有這麼多台商 從大陸過去的 大陸現在沿海這一帶跪起來 他們就搬到那邊去 下一步他們可就到西蘭 到別的地方去 現在到印度也不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 政府不要把自己裝得太聰明了 政府要知道最聰明的其實是商人 哪裡有利可圖 他們就往哪裡 他們就是左水草而居 遊牧民主 你現在要看的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給國民黨足夠的時間 讓台灣重新可以恢復 以前70年代 甚至80年代初 那種廠商也願意在台灣生存的空間 但是即使這樣 大家只能選擇性的一些產業 可以在台灣生存 大部分的產業 我看是非出走不可 你不要到大陸去 也會到別的地方去 現在民進黨常講法就是說 好像是國民黨 尤其是馬英九 刻意地鼓勵台商移到大陸去 或是愚蠢到不懂得借給用人 把他們留在台灣 不過你就是留不住 我覺得剛剛正亮講的 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大部分人民不曉得 這個產業或是一個財團 它的上下鏈的互動的關係 比如說你講美國 那你麥當勞 麥當勞不管在全世界 賺了多少錢來補它國內的不足 但是它是服務業 所以它的國內的就業機率 還是滿多的 但是你換一個角度來看 Cocacola Cocacola就是有一點製造業的味道 所以它外移的話 它國內的就業就業區比較小 所以我是認為最近這些大老闆的廣告 是有一點太僵硬 太粗躁 但是我覺得他們是真心的 他們真的是挺馬的 而且他們很焦慮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廣告 不要只寫幾個口號 因為那是五感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幾個綠的朋友 他都講說大老闆出來越挺越好 因為小英的凝聚力越強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廣告 應該講一下 就是說我這個集團 我這個產業 我在台灣製造多少 我養活多少人 那大陸當然也有 但是間接他們對我們來講也是好的 如果這樣詳細稍微寫一下的話 我覺得財團的這種大廣告 才不會產生負面的效益 其實大家討論半天 我的問題是說 現在有這些企業界來停九二共識 停兩岸 停馬間接直接 那蔡英文今天已經講了 說這些都是無奈的 是大老闆 員工是挺我 那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這些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我覺得我們剛剛講到 很多是一些產業政策 我覺得當然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關鍵在於 剛剛趙先生講到的 我覺得今天蔡英文的談話 因為一桿子打翻一船人 就是說其實中間是有差別的 有些人是特別回來投資的 像這板子上面沒有特別列出來 魏映州他們就是在大陸賺了錢 回來投資了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就不符合 剛才郭正亮講 你剛剛講的他 我們歡迎這樣 像這樣就回來了 所以就是不能夠通通都說這些企業 都是在大陸設廠 都是在大陸聘員工 造福了大陸的人民而已 造福了大陸的政策而已 台灣好像只有剩下所謂的 什麽 世紀人沒有世紀賽物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就非常不公平了 那為什麼今天蔡英文要這樣子講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對於蔡英文的整個形象上來說 我必須說 就是我一直都認為他的形象 理性溫和這個形象 事實上過去速度是非常好的 這個東西你願意在搞階級鬥爭 就是這個東西是階級鬥爭嗎 你可以來搞階級鬥爭嗎 我想請問 第一個 他們都是財團嗎 而且這些財團都是很可惡的嗎 都是迫於無奈 都是因為老共招手 他們就乖乖的低頭 然後他們逼著要講 他們就講了嗎 這些大老闆 在台灣都是一些數一數二的 在台灣的員工也非常多的 資產的規模也非常大的 這大老闆是你說的說 這些人要像哈巴狗一樣趴著 這個中國大陸 要你講這個話 你就講這個話嗎 我覺得坦白講有點侮辱人 所以除非你挑明了誰是這個樣子 誰不是這個樣子 你通通都這樣講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 給財團戴帽之間非常不好的事情 相對來說的話 今天要講財團 民進黨政府的時候跟財團不好嗎 今天只有國民黨跟財團好嗎 民進黨當初陳水扁跟財團多好 而且你要講跟財團好的關係 這哪一種跟財團好的關係好 其實跟財團好 讓財團能夠去造福老百姓 創造就業機會 然後提升經濟成長率 還是造福你自己家的口袋比較好 今天陳水扁跟財團好的結果 他家賺很多錢啊 那這樣子好嗎 那蔡英文以為大家都忘記了嗎 所以我覺得 每次都要把財團跟國民黨做一個連結 每次都要把這些企業家站出來 有些真的是講真心話 你也得要說他們是為了財團 因為中國大陸的關係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不公平 譬如說我今天看到這個張榮發 我坦白講裡面幾個人 他的角色的扮演是非常特別的 他有轉換的 所以他們講話為什麼不直接停馬英九 要講一大堆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有一些為難之處 張榮發是一個 他2000年的時候 國政顧問他站出來挺陳水扁 他估計一直都是陳水扁的金主 黃茂雄 陳水扁為了他的台肥的土地 曾經在昨天政府裡面請他吃水餃 幫忙喬這個土地給東元電機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其實他們為什麼今天願意站出來 通通都是因為大陸招手嗎 我覺得你們講要不要自己想一想一些問題 像今天張榮發今天講了很多有關經濟的部分 只是他不會願意登沒有新聞點 他談了很多在國際當中 但目前台灣為什麼還可以相對來說穩定 其實就是因為有大陸這塊市場 剛剛正亮講到說 台灣對於大陸的投資變多了 美國不是也變多了嗎 哪一個國家在這些年不是變多了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事實上是一個國際正在變動中的一個現實 那他也談到說 我今天就是支持九二共識 並不是講到他的一些什麼 統啊毒啊這些概念 不是 是因為九二共識底下 我們因此有了談判 有了談判之後的話呢 我們的水果可以賣到大陸去 大陸的旅客可以來台灣來 所以因此創造一些經濟上面的一些繁榮 他認為這些東西對台灣來說是重要的 那這些東西今天媒體其實沒有太多的講 但事實上這個是 我認為這是他的心裡話 就是他今天做海運的人 全球這樣他的視野相對來說是高的 所以他看到這些問題 他回過頭來告訴大家說 我認為九二共識是重要的 我就一直在想說 他為什麼說他忍了很久才要講 我覺得他可能也在評估說 他今天曾經跟民進黨關係也很好 那有些話 如果大家都講完了 都體認到了 他或許不需要出來講這個話 但他今天或許認為說 這個經濟問題 九二共識不是只有政治問題 九二共識很多是經濟問題 他帶到一些台灣的未來這段時間的繁榮問題 那所以我就回過頭來說 對於蔡英文來講 他這邊通通都簡略掉了 就是你是有錢人 你是財團 你跟馬九站在一起 我們站在一起都是平民老百姓 都是員工 是這樣子嗎 老百這些老百也照顧了員工 基本上蔡英文他搞的是階級 因為他學華爾街一趴九十九趴 當然蔡英文大家要知道 他其實自己也是 他是一趴 他不是九十九趴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ECFA的問題 其實ECFA沒有幾年是看不出效果的 所以有什麼早收清單 一步一步一步 只是說因為大家很急嘛 蔡英文他覺得好像不是普遍 沒錯 可能只有什麼鳳梨酥的 工具機的 開始只有少部分 但是慢慢慢慢 就是馬政府應該告訴大家 第二步誰 第三步是誰 對 這後面有養多少人 他其實都有講 這是我們媒體的問題 我們媒體報的很少 反正只要談到數字 大家都沒有進去 對 不但有講 而且琳琅滿目講的 還很詳盡 也就是太琳琅滿目了 對 一大堆那個表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那天坐計程車 我想那司機也受過訓練 就跟我講說 不是捷運 不是公車 就是因為 這個中小企業老闆都到大陸去了 所以我們計程車生意就比較小 比較不好 但我沒有看他變 我就想說 很多去的 他如果留在台灣他也死掉了 他如果不去他在台灣他也死了 搞不好他下來跟你一起開計程車搶生意 我遇到不少計程車司機 老闆他說我以前是開公司的 我就不行休憩來開車 這樣不少人 這樣就是說 這些企業家各有不同 但張榮發的確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長期其實從沒有民進黨 在黨外的時候 張榮發就長期是跟民進黨是友善的 甚至陳水北還是他的律師 所以你可以懷疑別人 說什麼賣台 不愛台 我想很難講說張榮發不愛台灣 也很難講說張榮發要賣台 你很難去給他戴這個帽子 我們沒有戴帽子 我不是講你們 就是很難給他戴 不是說沒有戴 沒有很難給他戴 換句話說 他為什麼會憂慮 他的憂慮是有道理的 老闆說我想這件事很憂慮 憂慮什麼 就是憂慮他的事業 兩岸不好事業可能完蛋 他事業完蛋後 牽涉到多少的就業 就業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說台灣過去 雖然也有抗爭什麼 基本上勞資還算是 還算是和諧 台灣的大部分人還是蠻善良 基本上不是那種 像前一陣子有一個航空公司 駕駛員要罷工 董事長就說我幫你停飛 然後搞一塌糊塗 然後整個都垮了 員工也不好 老闆也不好 公司也不好 再也不訂你這飛機等等 台灣基本上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這個可能也是台灣過去 能夠進步的一個動力 假如今天開始對立了 開始鬥爭了 到底將來台灣會怎麼樣 我想也是這些老闆可能擔心了 我們去遇到大家回來